诺亚是宇宙中第一个诞生的奥特曼 那么第一只诞生的怪兽又是谁 本期小影为你解开这个答案 诺亚奥特曼被称为存在于传说中的奥特曼 是从太古时期便守护着宇宙传说中的巨人 他是奈克斯特奥特曼 奈克瑟斯奥特曼的最终形态 他是能穿越时空的光之巨人 这个技能和我们熟知的大反派 小金人塔尔塔洛斯相同 诺亚也被人称之为宇宙的第一道光 宇宙形成后第一道光变成了诺亚 那么第一股黑暗 或者说第一个怪兽又是谁 如果存在这一个角色 那么他的年龄肯定比诺亚大 毕竟黑暗是先于光明出现的 讲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说 这股黑暗之力变成的是黑暗迪迦 说实话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大家都知道黑暗迪迦的年龄不止三千万岁 但也不至于比诺亚还要长久 因为诺亚在太古代时期就在保护宇宙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的话 他的年龄大概在三十到六十亿岁之间 然而宇宙形成的时间大概二百八十亿年左右 按照这样来算的话 诺亚至少说也有一百亿岁了吧 迪迦的年龄相比于诺亚仅仅是个小辈 如果迪迦真的遇到诺亚 想必也只能喊一声祖师爷了 要说真正符合第一股黑暗的人选 那他的名字就是卡拉法尔大帝 提到卡拉法尔大帝 又不得不再提一下迪迦 因为这件事和迪迦有关系 当时远古为迪迦制作了第三部剧场版 名叫《蓝色星球的爱》 迪迦作为本片的主角 而富奥正是平成三杰的另两位 戴拿和盖亚奥特曼 后来这部剧之中没有拍出来 是因为设定中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卡拉法尔大帝的设定 正是毁灭宇宙级的人物 而平成三杰的实力大家众所周知 就算是迪迦 戴拿和盖亚开挂到满级 他们也不是卡尔法大帝的对手 所以远古才最终放弃这个版本 因为这么强的反派设定 谁又能打败他呢 总不能大结局让卡拉法尔大帝取胜吧 如果是诺亚出现 像帮助塞罗一样消灭电狐贝利亚 那是否就像是在说 迪迦为首的平成三杰也正如塞罗一样 在诺亚面前就是个弟弟 这样会伤了多少迪迦装实粉丝的心 所以远古干脆弃用这个角色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剧中还真有一个人物 适合宇宙第一个大反派的设定 他的名号也足以让卡尔法大帝领让三分 他就是德拉西翁 虽然在剧中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但这并不影响他牛逼的存在 看过高斯VS杰斯提斯的小伙伴都知道 有一个机械兵器 千兆恩多拉 他就是受德拉西翁的指派 前来清除地球上的人类 还是神秘四奥之一的雷杰多的出现 才阻止了他 德拉西翁首次出场 只是隐藏在一片烟云之中 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不过光听声音像是一个女性 德拉西翁是大宇宙全知全能的预言家 作为一个充当宇宙法庭的法官 德拉西翁曾预言出许多对宇宙稳定威胁的出现 于是当他预测出地球在2000年后 将成为对宇宙有害的行星 所以便派出古洛卡舰队和杰斯提斯来消灭人类 在派遣的古洛卡全部被消灭 以及千兆恩多拉被雷杰多破坏后 他自己和大量的母舰现身 在与雷杰多对话后 决定相信人类的可能性 德拉西翁是宇宙的创始者 即使诺亚奥特之王 赛加和雷杰多合体都不一定打得过 所以他的诞生完全可以归结为 诞生在诺亚第一道光之前的那股黑暗 他甚至比诺亚的诞生还要早 但是真正意义上来说 第一个诞生的怪兽就是诺亚自己 因为黑暗扎基的诞生 就是诺亚的黑暗面吞噬了奈克瑟斯后变化而成 黑暗扎基原本并不是 奈克瑟斯奥特曼中的最终Buff 而这个真正的诺亚黑暗面 他的名字叫黑暗路西法 他是吸收了黑暗扎基的能量后诞生的超人一生兽 也持有福士德和梅菲斯托两名黑暗巨人的力量 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只怪兽 因为奈克瑟斯奥特曼收视率下降 不得不将原本的剧集缩水 所谓缩水不仅仅是删除极数而已 而是连剧情都做了大大的改动 于是才有了诺亚最后大战黑暗扎基的荧幕 原本的战斗是诺亚大战黑暗路西法 但是最后的战斗结果 并不像是诺亚轻松灭掉黑暗扎基那样 而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果 奈克瑟斯后传小说是这样描述的 照亮黑暗的绚烂光芒之中 迎白光辉的巨人诺亚再度现身 黑暗路西法与诺亚奥特曼战斗的结果未知 之后奈克瑟斯奥特曼全剧中 小说中结果未知运用的相当好 因为黑暗路西法正是诺亚的真正黑暗面 与自己的战斗本身就是难分胜负 所以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宇宙的第一道光是诺亚 而宇宙的第一股黑暗同样是诺亚 只不过它有一个名字叫黑暗路西法